用眼看世界,用心听新闻,这里是费典新闻。 印加拿大,威地马拉,荷兰和乌克兰的要求,联合国大会第11届紧急特别会议近日复会,并投票通过了名为《推进就侵略乌克兰行为提供补救和赔偿》的决议草案。 近50个国家作为提案国向联大紧急特别会议提交了这份决议草案。 最终,94个国家为该草案投出赞成票,有14个国家则投票反对,另有73个国家弃权。 决议确认,必须追究俄罗斯联邦在乌克兰境内或针对乌克兰实施的任何违反国际法行为, 包括其违反联合国宪章、实施侵略,以及任何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行为的责任, 并确认俄罗斯联邦必须承担其所有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 包括对此类行为造成的伤害,包括任何损害,做出赔偿。 决议还确认需要与乌克兰合作,设立一个国际机制, 以便就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或针对乌克兰实施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损失或伤害进行赔偿。 决议同时建议会员国与乌克兰合作,建立一个国际损失登记册。 用于记载损害、损失或伤害的证据和索赔资料,并促进和协调证据收集。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鞭甲在投票之前发言。 他把决议草案称之为一个典型例子,可以从中看出一小撮国家没有根据国际法行事, 而是试图把非法的东西神圣化。 他表示,支持该决议的国家试图将联合国大会定位成一个司法机构,但他并不是。 聂鞭甲还认为,尼义中的赔偿机制就将由这些国家创建,并且由他们来决定该机制的运作方式。 他指出,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希望解冻这些资产,不是为了把它们归还给所有者, 也不是为了花在对乌克兰的帮助上,而是为了资助他们自己对基辅不断增加的武器供应, 并填补那些已经提供的武器欠下的债务。 在外交层面,虽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俄罗斯同意撤军的前提下,可以重启俄乌谈判。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表示,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是,不可接受的。 必须对实地情况加以考虑。 他还补充称,我们不会接受在乌克兰问题上提出的先决条件,包括对我们撤军的要求。 不过路透社14日援引俄罗斯《生意人报》的消息称,俄罗斯和美国的官员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秘密会谈。 一名土耳其官员拒绝向路透社发表评论,以说明是否正在举行谈判。 而克里姆林公则表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相关报道。 俄罗斯媒体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些会谈的目的,但表示这些会议并未事先公布。 报道补充称,俄罗斯外国情报局局长是俄罗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新社援引一名官员的话报道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后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联系。 而预计,法国总统届时会向普京重申联合国的决议内容和法方的态度。 这位官员表示,马克龙将在G20峰会后与普京联系。 这位官员认为,尽管发生了乌克兰冲突,但是马克龙仍然愿意与普京保持着沟通渠道,并将维持这个交流的平台。 希望你喜欢这次的节目内容。 对点新闻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咨询和时事评论。 欢迎订阅,按赞和分享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视频啦。